各位同仁 相關部位的主管人員 大家午安 主席我請入委會賴主委 賴主委 邱委員好 主委您好 主委請問您上任多久? 我在2008年5月20日 您可以告訴我多久? 上任多久? 三年又十一個月吧 好像這樣回答很辛苦 好像度日如年的感覺 不會啊 我在算 因為數學不好 那你認為 你過去這個三年多 在入委會當任主委期間 最讓你自豪 對台灣人民最有幫助 對台灣利益最有確保的正確 請各位同仁講話小聲一點 工作人員 講話小聲一點 列舉三項 我覺得在第一點 我覺得是在現行的這個大陸政策 兩岸關係的這個原則底下 我們堅持在中華民國的憲法架構下 這些我都知道 但是我要說 所以請你列舉你三年多來 你所推動的所謂兩岸政策 這讓你自豪 這能確保台灣利益 台灣這個主權的政策內容 是有哪三項 對所以因為我們堅定的守著 剛剛我本來要講的這樣的一個政策原則 以及這個以台灣為主 對人民有利的這樣的原則 在推動兩岸關係的改善 所以我個人感到 我個人感到 這四年 將近四年來 兩岸關係的改善 的確 對於台海關係的和緩 是有很大的幫助 那我們 也同時產生很多交流上產生的問題 產生很多對主權的疑慮 產生很多對交流速度 對陸會跟國安會相關的主管機關 對主權的這個退縮 也常常受到很多的質疑 您剛剛要我談三點 我還沒有談完 不過沒有關係 我可以跳開 如果您覺得我應該 我要看您哪三點 所以第一點 剛剛很清楚 對於兩岸關係的和緩 那這個是受到台灣民眾的歡迎的 肯定的 那這一點我也覺得 會不會像溫水煮青蛙 這個等一下我會來回答您這一點的疑慮 那第二點我們透過制度化協商 這個好不容易建立起來的制度化協商的這個機制 現在兩岸的官員 是可以官員對官員機制對機制的來進行協商 所以簽了16項協議 好那第二點 這16項協議 它是具體的在解決人民的問題 好 那當然我們還要努力 因為其實還有很多可以進步的 好第三點 第三點 我們透過這樣的 透過相關的一些政策 我們對於民眾的權益的保障 我們也很 那不是跟第二點重複嗎 透過制度化協商也是解決 制度化16項協商 是屬於協商的部分 那大部分的協商是對於經濟的民生的 或兩岸交流秩序的 這些都有琢磨像智慧財產權 像兩岸共同打擊犯罪 這些有具體而為的的一些成效 都已經出來了 這個非常好 另外我們認為就是對於 另外有一點我覺得 對於我們其他相關的政策 舉一個例子像陸配這樣的一個政策 雖然在我們的社會上 有一些不同的聲音 見人見識 我們認為這是陸委會 努力推動 努力三連多來最主要的三項政績之一 陸配的推動 陸配是其中很多重要政策當中的一項 我具體問主委 三連多你會自己打幾分 那我們不打分數的 分數不是由自己來打的 所以剛剛您非常關切的說 主權退縮等等 其實跟實際的情況 人民當然會有一些感覺 但是實際的情況 我們具體的來講 其實我們反而是捍衛中華民國的主權 因為過去官員跟官員沒有辦法坐下來協商 現在是對等的坐下來協商 而且在這一本 兩岸人民關係 那本我看過了 好 每一個都有政府部門的工作窗口 這個我了解 這個過去根本不可能 這是資料的整理 主委 520快到了 我今天媒體看到說 中央部會關於兩岸外交國防的主管可能會移動 你有沒有接到相關的通知 我沒有任何的評論 我對於這個個人 可能空虛來風 許多媒體都有相關的報導 就是說兩岸外交國防主管可能會移動 我沒有任何的意見 目前沒有收到任何訊息 所以520之後你還去任當台灣的陸委會主管 我也沒有任何的意見 好啦我問你比較實際的 陸委會的核心的工作是什麼 陸委會依法主要就是要統籌 我們大陸事務 規劃兩岸的政策對不對 規劃兩岸的交流對不對 總體政策 管理兩岸關係嘛 所以兩岸的政策 不管是涉及相關部會 基本上都是以陸委會意見為主嘛 所以核心的工作就是規劃兩岸政策沒有錯嘛 是我們是總體統籌大陸的這個大陸政策 然後規劃兩岸關係 就是快慢適中 這部分是由陸委會來做一定程度的管控 另外管理兩岸交流的秩序 對因為兩岸交流可能會產生很多的問題 所以這個部分也是陸委會的核心工作 所以本席認為就是說 陸委會要做的就是擬定適當的中國政策 就是兩岸政策 規劃好兩岸關係的速度 然後管理好兩岸交流的秩序 這是本席對陸委會核心工作的解讀 那你覺得凝聚台灣國人對兩岸關係統獨立場的共識 算不算陸委會的核心工作之一 凝聚我們國內民意對於政府大陸政策的支持 是陸委會會去 你們每個月都會做統計嗎 做民調 我們大概每三個月定期的民調 有極統 對我們會有同樣 永遠維持現狀 十幾年來都有這個題目 現階段有六個選項嘛 毒極毒 但是六個變項嘛 好從你商量到現在 你有沒有發現一個趨勢 主張獨立的比例越來越高 是這樣喔 這將近四年來喔 絕大多數的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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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維持現狀我知道了 對 但是 廣義的維持現狀 從那個獨立的變相 廣義的獨立是不是越來越高 就是 以後再獨立 現在馬上獨立 事實上 不管是儘快統一或儘快獨立 都是在兩個Percent或九個Percent以下 我是說這個趨勢嘛 就是廣義的主張獨立 它是不是在四年前跟現在 已經有明顯的增長 廣義的統一 是不是四年前跟現在比 已經有明顯的下降 最邊緣化的 國民的意思就是 主張統一統一這個區塊 從 我們從四年來 對 從四年來 我們看到這個趨勢嘛 四年來的趨勢喔 它小幅度的會有點這個 呃 上上下下喔 其實整體的是相當一致的 雖然北極對你有一些的政策 這個並不 並不是那麼同意 但是從這個趨勢來看 本席要給你適度的鼓勵啦 從這個趨勢來看 你 某些程度陸委會的大陸政策 或者規範兩岸關係的做法 已經凝聚了台灣人民 成為一個主權獨立國家 或者未來獨立成一個國家的共識了 好 本席這樣解讀 您同意嗎 台灣 多數的民眾有百分之 八十五到九十 有一次還到九十 接近九十二個percent 是希望 在中華民國的憲法架構下 維持不同不獨不武的台海現狀 那你不要忘了維持現狀 以後獨立的比例很高喔 那 維持現狀 大概也有超過七十percent 甚至八十percent的民眾不支持獨立 那也有很高比例的民眾不支持統一 所以目前我們政府政策是要不統不獨不武 這我知道你再重複這個 所謂這個工程協議的內容嘛 對 好啦 我了解 我每次問你 就是從不同的方向回答 那我就不繼續再問這部分了 你說大門開開啦 開大門 開大門 怕大路 怕大路 你來故事這樣 門怕開我們故事 好啦 門為誰打開 路為誰開 門打開的意思 為中國人打開 其實就是大陸政策 不是為台灣人民 沒有沒有 一切以台灣為主 對人民有力 他的人 他的商品 他的勞務 他的機構 他的各種行為 都可以走大陸進大門嘛 是不是 所以 所以你才要構築嘛 就是開放跟把關 要同時 是嘛 你開放當然不是 當然是對中國的開放嘛 那你構築就是 你作為一個主管機關 你要對相關的交流 相關的行為 有一定的管控嘛 要有配套 是 那你覺得 構築這個部分 你有做好 我相信 我先問你 你對中國的想像 你對中國這個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想像 或者你的認知 他是 他是敵人呢 還是朋友 還是異敵意友 還是非敵非友 為什麼你如果是朋友的話 你大門打開 進來 好 做會吃飯 做會泡茶 兩岸關係特殊 兩岸關係特殊 那 那這四個選項你覺得是 哪一種狀況 最能為最能表述兩岸關係 兩岸關係特殊 那因為大陸對台灣的政策 他有他特定的這個目的 政治目的 那這個政治目的 是不是主權 會對台灣主權 是台灣人民 這個政治目的 不一定是所有台灣人民 都可以接受的 所以兩岸關係 他的爭解就是主權之爭嘛 主權是零和的嘛 主權絕對 兩岸的確 兩岸的確 在主權方面有爭議 但未來 如果碰到主權的爭議的時候 你要如何追求一個 非零和的架構 我想是不可能的 兩岸 主權是零和散的嘛 兩岸的確是有 你覺得這國際政治 你很清楚嘛 兩岸的確是有主權爭議 那但是因為 民意的要求 以及我們的思考 又覺得說 兩岸持續的站在 非常嚴重對立的狀態 對我們民眾不好 所以我們一方面 擱置主權爭議 因為兩岸沒有辦法 你不同意我 我也不同意你啊 那你要擱置多久 他如果逼你說 好 那我們應該是要找到 台灣最大的 我們要運用 我們最好的智慧啊 我們要有這個 不斷的透過engagement 讓大陸不會 對台灣來侵襲 你是非超市在他嘛 你要有非超市在我的能力嘛 台灣有有也有 絕對有超市在我的能力 你們打開路開好 你有能力 我們一方面 是 我知道您 邱委員您非常關心 我也很這個 我理解哦 那您這個關心 真的很valid 就是valuable 就是說 一方面我們覺得 透過改善兩岸人民 兩岸的關係 可以來幫助 關係和緩呢 他就比較不會有 戰爭的狀態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可是我們這樣不夠 這只是一隻腳 另外一隻腳就是 我們要強化我們的 國防防衛的 自我防衛的能力 你覺得這部分有加強嗎 這部分是政府一直 念資在資的 我們也是要強化 我們自我防衛的能力 所以我們會持續 向美國買 防衛性的武器嘛 所以我擔心 門越打越開 路越開越廣 那你們構除的能力 越來越少 不見得 也不是這樣 事實上 事實上 你看看 像你說自由行 到目前為止 我們擔心的狀況 沒有出現 那為什麼就要來爆發 所謂自路性行銷 對啊 那因為有這種狀況 因為任何一個國家 一個社會 總是社會的各種問題 都會重生嘛 你可能是 海底法院比率最高的 不會是網之一啦 為什麼你會常來 因為太多的問題 你需要來做報告 來做做 謝謝委員啦 那個問題一產生 我們就是要面對 我們真的必須要面對 那可以提供給 你們鼓動積極 是消滅問題 面對問題 解決問題 這個都同意 而不是說被動來解決問題 這個都同意 這個都同意 所以兩岸關係 不外乎就是人的交流 商品 勞務的交流 然後就是這個機構的交流 或者是人員的交流 好 對於這種交流 那我會做一個主管機關 你應該發揮統籌規劃的能力 以正義中來台來看 那時候二月中他來台的時候 趴趴走 到南部各縣市 各縣市的時候 沒有一個被接到通知 他的行程 他去做什麼事情 說什麼話 竟然我問陸委會的這個官員 一問三目之 沒有人知道說他做了什麼事情 他參訪哪些人 他說這個是疑病署邀請的 是疑病署去負責 你把這個兩岸交流 把他這個責任 你不把他扛起來 你把他放給其他非專業的部門 他哪有能力判斷 他這句話 到底有沒有傷害兩岸關係 到底有沒有破壞兩岸關係 到底有沒有傷害台灣主權 您提到的這個問題 主管機關是移民署沒有錯 那移民署跟陸委會 我們也不會 因為政府部門真的是一致的 我們都不會互踢皮球 絕對不會 但是這個整個過程當中 比如說地方政府在政立中來的時候 沒有收到通知 或並不清楚 該怎麼參與等等 這些我要 對對對對對 謝謝這個邱委員 那個討論檢討出來以後 我們已經建立了這樣的一個 陸委會把相關的機關找來 因為主管機關是落在各個部會 所以我們的確現在已經強化 每一個案子都要跟相關的地方政府 來通報 主席我再兩句話 今天的報告 從九十二年制定這個大陸廣告管理依據 這依據兩岸人民關係條例三十四條 按照他業務的性質 而有不同的主管機關 我算了一下大概有十二